二手店的貨架上整排的名牌包 卻有民眾PO網買到這一個 黑色包包四個角 嚴重磨損 還疑似發霉 整片破皮 看起來又破又舊 店家拿LV紙袋裝 香奈兒包 皺巴巴的質感全失 包包被嫌太破爛 還賣四萬塊 忍不住PO網調侃 收到很棒的生日禮物 發霉又破爛 還價值不菲 朋友沒捉弄我也沒喝到下骨浮水 這包我確實拿不出去 請朋友轉送給他媽媽 但後天我朋友生日 我該送他什麼 阿環這是二手店改二高 怎麼用那個看起來很舊 而且是很奇怪的帶著裝 收到這樣的生日禮物像烫手山魚 回去店裡想退貨 店員說不能退 就是因為太破爛了 所以才這麼便宜 網友驚呆 而生日快樂 四萬這品質要確定 二手商品不能算瑕疵品吧 好誠實的店家太狂了 香奈兒戰損系列包 一通常檢查程序 無法發現的瑕疵 那買方應該在發現後 立即通知賣方 才能要求賣方 服務的瑕疵擔保責任 當事店家不願回應 二手精品買到爛包發霉 又破皮根本背不出門 但要是購買時沒注意檢查 也只能自己吞下 朋友花四萬送生日禮 卻被嫌破爛 不知道友情是否能經得起考驗 記者賴慣章 台南報導